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22岁 却为何看上33岁利益的她 今年33岁了 她的年龄都会大一点都没得大事的 大概11岁 12岁都可以 面对如此叛逆的孩子 女嘉宾能否成功和她亲近 你怎么不爱呀 你怎么不爱呀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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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处寻觅女嘉宾究竟在寻找什么 面对女嘉宾的一往情深 男嘉宾能否接受她的真心 她的这个年龄段 能选择让你们来找到我很有勇气 我也心里面很感动 女嘉宾能否打动男嘉宾 两人最终能否牵手成功 凡人有喜之千方百计当后妈 即将为您精彩呈现 爱情考证许 我也不放弃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凡人有喜 我是一南 首先我们要感谢周知福 周宝 为我们的嘉宾所提供的奖品赞助 那么今天一南所来到的这个位置 真的有点远 是在两路 为什么会来到这儿呢 是因为看一下 我右边这个美容店的 里面的一位非常漂亮的女生 找到了我们说 她想见我们节目当中这位男生 但是说实话 他们之间的这个年龄差距 让我一而再再而三 觉得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那么她到底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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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依赖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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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请坐 请坐一下 可以坐一下 这就是你其实工作的地方 她们的地方 对啊 好 因为之前是接到了你的这个电话 所以我今天也是带着疑问来 这位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女嘉宾 来给大家问一声好 大家好 我叫张瑶 本期交友女嘉宾张瑶 22岁身高1米55 职业美容师 月收入4000元 婚姻状况未婚 大家好 我叫张瑶 我今年22岁 我身高155 我的肌肉是1米美容师 我的最后要求是希望最后的身高 是16年到17年之间 她的年龄呢 稍微大一点都没得打字的 就是11岁啊 大概11岁啊 12岁都可以 我的要求是 有车有办公室年代 8千到1万嘛 最后啊就是希望她能成学 助理 上进行 最后最重要的还是能顾家了一点 女嘉宾的择偶要求 一 身高在1米60至1米70之间 二 年龄大一点 11岁左右都可以接受 三 有车有房 工资8000至1万元 四 成熟顾家有上进心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有喜》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呢我们来上节目的女嘉宾呢 是一个很勇敢的女孩子 她是主动找到我们栏目组 要联系一位她觉得很棒的男嘉宾 不过女嘉宾呢 我觉得虽然说 你长得那么的充满胶原蛋白 那么的青春 但是你的形象上面 我觉得可以再进步一点点 就是你的穿着 我觉得相对而言太过随意 它会让你觉得 让人感觉你像一个胖妹 知道吗 但是其实你不是胖妹 原来我们的女嘉宾 看上了我们节目中的一位男嘉宾 不过两名年龄相差巨大 不知道我们的女嘉宾 会不会介意呢 我想问你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你想找的那位男嘉宾 那真的比你大很多 这个我知道 你能接受吗 能接受 没关系 我都是希望找一点成熟的一点 比较主力一点的 最重要的还是能顾家的一点 可是你父母会同意吗 我父母同意 他说不要比你十几岁 我爸爸比我妈大八岁 对啊 但他还要大一些 不知道 你确定你能够接受这样的年龄成熟 我能接受 因为我以前就是 以前刷过两期朋友嘛 就是因为我从小嘛 现在我婆婆爷爷长大 特别希望有一个家里感觉 我自己的想法也比较成熟 也比较助力一点 所以他们呢 就是经常出去刷嘛 一家留不过家呀 就经常出去打游戏啊 打麻将啊 一家留不过家 所以说最后我呀 就跟他们选择了分手 那么希望另一半 是成熟的这样一个人 你介不介意我不问到你 是不是担心家庭 我是担心家庭 那你喜欢小朋友吗 我喜欢小朋友 我喜欢小朋友的原因是 我同学嘛 跟了我婆婆长大的嘛 因为在后来嘛 就是因为我妈带我 很早以前都离开我了嘛 就是后头爸爸 给我找了一个 非常好的妈妈嘛 因为她对我也是特别的好嘛 特别有爱心嘛 就是让我也喜欢小朋友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妈妈的关系 所以你是在一个 非常有爱的家庭里面成长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两个问题 我一直在我心里面打鼓说你 既然找到我们 我们也要来完成这个任务 但是确实年纪的差距 让我觉得说这个事情 能不能做成功 同时呢 她还有一个孩子 所以我这两个 要再次确定 既然你那么的坚定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将和她见面 所以你现在先平复一下心情 在确认了女嘉宾的心意 和解答了我们心中的疑惑以后 主持人便带着任务 去找那位 让女嘉宾心仪的男嘉宾 现在呢跟随我们的镜头 要去找到之前在节目当中 出现的这位男嘉宾 相信大家看到她之后呢 一定会很眼熟 因为她孩子印象太深刻 是那个穿衣那个车牌应该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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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见 本期交友男嘉宾 陶柱33岁 身高1米70 职业房地产策划销售 月收入2万元 经济条件 有车有房 婚姻状况 离异小孩跟前妻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的姓名叫陶柱 陶柱 陶柱名的陶柱 柱子的柱 现在家住在九层路州 今年33岁了 现在从事房地产的策划 营销工作 月收入大概在1万块钱左右 我的性格呢 比较成熟干练稳重 也有时间喜欢运动 比如说想踢足球 钓鱼 看电影 有时间给我出去渔游一下 原来陶先生之前上过我们的节目 他是一位房地产公司的老板 在上一次的相亲过程中 根据他的择偶要求 我们找到了一位 年龄29岁 身高1米66 职业是婚纱里服尸的女嘉宾 初次两个人彼此印象还不错 但最终因为孩子的问题 没能牵手成功 如果今天呢 对女嘉宾的了解呢 我觉得跟我理想中的另一半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吧 因为我觉得我需要的另一半 是稍微顾家 显晦一点的 那就是外表漂亮 内心也要漂亮 这种内心 已经来过我们一次节目的男嘉宾 我叫他大叔 他可能会有点不高兴吧 但是对于女嘉宾的年龄来说 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叔 而且大叔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 提出的择偶要求 也是希望要漂亮贤惠 又能顾家持家 这样的要求呢 我相信代表了广大的直男的愿望 但是呢 也让我想到了最近很当红的 一位明星的遭遇 当然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宝强 我们宝强呢也是 不管自己的外形怎么样 自己的条件怎么样 他坚定的找的漂亮的 顾家的 至少说给大家的感觉 也是这样的一个女人 但是呢 宝强的遭遇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他的结局 就是这样 所以说呢 我觉得男孩子 在选择自己的妻子的时候 可能还是要更多的去看她的内心 和她的品质 这一次的相亲 是今天的女嘉宾 看到节目后 主动与我们联系 希望找到这位男嘉宾 我们也事前与男嘉宾联系过 征得她的同意后 安排了这次见面 不知道今天的女嘉宾 是否符合男嘉宾的要求呢 今天情况是这样的 之前呢 我们接到了一个电话 为什么会约你们到这个两路来 就是因为我们这位女嘉宾 她工作的地方就在两路 是因为看了你们的节目之后 特别喜欢你 特别欣赏你 也特别喜欢她 你的儿子 所以呢 我们今天是带着这个任务 把你带到了两路 和她见面 好的 最担心什么问题 经过上一次见面之后 担心啊 担心主要就是可能 小孩子在一起的 可能有个交流啊 沟通接受的问题 这个孩子还是一如既往的 很皮啊 是的 是的 比较调皮 不受管辖 但是人家说皮的孩子 比较聪明 会担心就是说 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 会觉得担心说 另外一半会觉得 孩子太皮了 受不了吗 这个还好 有一点担心 还好 好 那接下来 我们今天就去见一下 这个传授当中 特别欣赏你 也比较喜欢你们家小孩的 这位女嘉宾 好不好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到这个地方了 你有没有很想说 想要见到这个 非常主动来找到你的 这位女生 想啊 想 想 见一下 你好 我把客人带来了 客人呢 客人呢 来来来来 你好 你还会走啊好吗 外面不来 你先问一下什么呀 你好你好 你好 姐 来来来 先坐一下 外面太热了 你知道吗 孩子不愿意过来 我怕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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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你如果能够把他们家儿子 驯化到你的那个队伍的话 我估计他爸 你差不多就收入囊中了 好 你们不能就这样尴尬的 你看我 我看你这样笑啊 好 好 姐 咱们开店了 你再演后面水吧 不不不不 我说你好可爱啊 好 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因为中午了 现在都已经一点半了 孩子 我们大家都 你们也没有吃饭 孩子就很皮 不愿意过来 所以接下来 我后面愿意去挡一下他吧 对 你去驯化一下他 我刚才就说了 你们就在等我 如果我们的女嘉宾 能把这个小调皮酱 小调皮 驯服得了的话 我估计他爸就 起码百分之七十被你收入囊中了 你再笑就了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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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交给你这个任务 看来孩子还真是个大问题 在上期节目中 原本相处愉快的两人 因为孩子的出现 而瞬间变得尴尬 女嘉宾最终不愿接受 男嘉宾的孩子而牵手失败 不知道今天的女嘉宾 在面对这个调皮的小家伙时 是会遭遇同样的尴尬状况 还是成功与小家伙亲近呢 小朋友 小朋友 你哪个不谈啊 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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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边你呢 小朋友 这边你呢 那你给你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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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吧 你喜欢啥子 让人去给你买 要不要的 我给你买的 就在这儿就行嘛 我给你买的 你给我买的 我来的路上就不买了 这儿都不买的 要热了 你怕买的吗 小朋友 我去给你买天气要不要的 我去给你买天气要不要的 你给我买的 你给你买的 你给我买的 你给你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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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买的 好吗 好吗 你给你买的 你买的 都要呀 你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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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好买的 小朋友 你看你买的 你还凶买 还凶买 外面开始了 要给你买的 去打爸爸 要不 好 我去打爸爸 来 去打爸爸 大家考了精神 快来给我担下来 我不是人 爸爸 不要太保 好 好 來 我來 來 我來 來 我來 超有心的一個人 還準備了水果便當 來 你這是準備的什麼呀 烤肉雞絲 爸爸爸 這樣 你不想採訪是不是 那你就跟阿姨到旁邊去 對 這是阿姨給你 你說 你說 我們吃飯 阿姨我了 阿姨我了 你爸爸也我了 你也我了 你不想採訪是不是 我不是在面前 對 對 面對我們那麼熱情的女嘉賓 那麼喜歡小朋友的女嘉賓 可是我們這樣一個孩子 還是那樣的頑皮 到底她能不能夠接受 今天這位熱心的阿姨呢 我們拭目以待 接下來我們也放鬆一下 因為我們的都市頻道 要送出大獎了 趕緊拿出您的手機 點擊微信發現當中的搖一搖 進入到互動電視等待識別 123讓我們搖起來 好的都市頻道 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我來坐這邊去 那你去這邊去哪兒子的 你去這邊去哪兒子的 你去這邊去哪兒子 你去哪兒子 我不想排放 那我們在樓上去 你知道嗎 樓上去空空 要的 走吧 我們不太空 我們過去好爸爸走了 好的好的 看到這麼熱的天氣 我們的女嘉賓 在室外一遍又一遍地 去哄男嘉賓的孩子 去吃可樂雞吃 我也是覺得非常的感動 但是同時呢 也覺得 嗯 妹子 你真的是很不容易 因為她自身的經歷 曾經也是缺乏母愛的 但是後來呢 因為她遇到一個很善良的繼母 所以呢 讓她身上得到了充分的愛之後 她可以在自己成年以後 把這種愛延續出去 她有這個耐心去對待男嘉賓的孩子 但是呢 男嘉賓的孩子 我實話實說話 表現是非常的差強人意的 雖然說孩子嘛 小嘛 不懂事嘛 可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理由 因為小孩的管理問題 我們都知道 只要你在家裡對她多一些管束 多一些約束的話 她在外面的表現應該會好一些 真的不要讓熊孩子成為一個綁架 女嘉賓是否有愛心的一個理由 來來來來 我特別想問一下你啊 這兒 我先給你看一下 這是女嘉賓親自給你兒子做的可樂雞翅 謝謝 謝謝 問一下 挺香的 超香的 然後還有一樣 這個熬豆 水果 便當 你想想你如果在忙的時候 孩子要上學 對 她可以幫你準備便當 這是一件多麼溫暖的事情 但是我真的很想說 你覺不覺得你兒子特別癖 特別癖 特別癖 是的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家庭的原因嘛 還有說雙方互相也喝得比較 經常在媽媽那邊或者偶爾在我這邊 就可能這些原因造成她的性格 各方面想要癖一些 我說一句比較直接的話 不太棒 不太棒 沒事 你去旁邊吃阿姨給你吃個可樂雞翅吧 可樂雞翅 你們到旁邊去吃吧 不採訪嗎 不採訪 你們倆在外邊吧 你在外面是等著爆發 你說的也挺花的 大聲不採訪 不採訪 不採訪 你們去採訪 你們去採訪 好 走走走 你們去採訪 好 走走 是 女家賓 是嗎 你不能照顧 就是女家賓 你女子她 女子姐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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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怎麼就兩個人 她跟女子都一樣 她們承認她 她們承認她 好 女娘她 她們承認她 你可以承認她 她們好安逸 很调皮的到处跑 然后女嘉宾也不善辛苦的 去给我的小孩买东西 陪她玩游戏 从这些细小的举动 我还是觉得挺打动我的 看来女嘉宾还真是个孩子空呢 如此调皮的小家伙 也终于被她制服 在折腾了那么久之后 女嘉宾决定带着男嘉宾和孩子 一起去找个地方吃饭 然后坐下来彼此好好了解一下 毕竟今天的这个见面 除了和孩子亲近 更重要的还是要了解一下 孩子的爸爸 也就是今天的男嘉宾 专业 你家里在这地方呢 在江北里面 我上门在这里 我以伯伯你晓得不 伯伯啊 我妈妈是伯伯的 伯伯是一厨 家里娘还要去 伯伯是一厨 我两天来吧 我妈妈去哪里 伯伯是一厨 我们也是母亲 基本上开发完了嘛 在开发的 开开发去了 伯伯是一厨 伯伯是一厨 那你朋友哪个人呢 我妈妈是这方的 我妈妈夹在鹿州楼 哦 起床鹿州楼 对 让她把人家当兵 我妈妈就夹在鹿州楼 你是肚子吗 是肚子吗 你是肚子吗 我是肚子吗 因为我是任何回事嘛 因为我妈 起码在我两学的时候 都已经不带了 我四五岁的时候 大概应该是认识我亲的那个妈妈 但是我妈她对我很好 嗯 就是啊 她对我的爱心啊 对我那种嘛 她经常跟我说 如果你是我是不是我身体好 就是这样的 反正你自己做别都是肉嘛 就是这样的嘛 所以我现在也很小小了 我都有耐心 主要是 看得出来你耐心比较好 很比较小心 所以就陪我刷呀 陪我闹啊 陪我手啊 因为小的时候 经常在婆婆长大的嘛 就是一个人很孤单 等着来一聊 等着 来来 来来 长大了 来来 给你后面也来来 你是哪年呢 你是哪年生的 说你是哪年呢 九十 爸爸 来一次做不起 他生都还要说 结果我的手都被打完 好 回家 结果一会儿再来 拿着点啊 听话 做着自己的有点爽脾 有点调皮 调皮 我小的时候还要调皮 我妈也都对我变得 我自己的个小朋友嘛 可能我们一忙东西就可能 家里比较散 还有可能就外公外婆 一来也比较关系 就有点有点调皮 今天呢 你们还在玩呢 可能有点调皮嘛 因为小卫都比较调皮 我呀 对他也是满头大汗的 比如跑上跑下呀那种呢 就我也没打好大的这个的 我也是一个比较有耐心的人 但是我对我喊了 还是比较有点耐心 其实这个都不存在 没有人的影响的 因为我也是年龄也是在那边吧 但是我也有刷新 我跟小卫两个杀得了 你怎么年龄 你跟我同年 我就杀不了了 哪个人去火呀 去呀 然后那个大麻将老 我丢生大牌 男女嘉宾在吃饭的这一段 真是聊得非常的开心 我注意到女嘉宾已经 非常的放松到 吃啊 喝啊 这样的 怎么样 这样的仪态 已经开始出来了 还是那句话 姑娘 你虽然说很年轻漂亮 但是呢 在姿态上 语言的表达方面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再训练一下 虽然两个人聊得很 真的是感觉到气氛是非常的和谐 不过我觉得 男嘉宾看向女嘉宾的眼神 更像是一个亲切的朋友 或者是哥哥 还差了那么一点点火花的感觉 虽然说女嘉宾 对男嘉宾的孩子是非常的好 我不知道这一点 有没有足不足以打动我们的男嘉宾 结果会怎么样呢 我们还是要接着往下看 你平时也有时间主持少在 平时小本啊 也有时间主持少在 希望是不是 对啊 打衣服去 打二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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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在吃饭过程中 和女嘉宾的互动了解 我觉得女嘉宾的这个 她的家庭环境啊 成长 和我还有一些相似之处 她的生活比较健康 比较阳光 然后自己很独立 比较会自己照顾自己 哇哦 后头有机器长了这方来 有狗人一年 一两年和儿子 就在那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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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看到的 他也是在那里面找的 他就上楼 当时没有牵手中 往后头下来 这个肌肤就照顾他 照顾他妈后头 那还可以 现在生了个小孩 然说他都是通过这个照顾的 我报了个名 他跟我报了个名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最开始我也担心那个 就是那个东西的 我们是 我以前的姐姐有个同事 他也在发现有些报了名的 我都问他 我那个是电视里面还是 还有电视里面的钱吗 这个我都知道了 我拉着不下 谢谢 谢谢 其实年龄那一块儿了 我没啥的担心 其实年龄都不是问题 只要两个人活着了 或者是 我觉得你还是身上比较纯粹 我觉得跟我传统 从90后我这种感觉 才会比较纯粹 那从这个女嘉宾的年龄来说 我觉得从和女嘉宾的沟通当中 我觉得女嘉宾还不是我印象中 90后这种思想比较 还很年轻的这种状态 女嘉宾思想还是很成熟 可能比较稳重 而且生活比较健康 可能和她的这个成长环境 和工作经历也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年龄 还是不是我们中间的问题 哦 中华之美 世界之最 2016世界中华太太 中国区总决赛 即重庆直选赛正式启动 历时六个月 辐射滑向大地 只为锻造你独具东风神韵的美丽 来这里 参与一场全球中华女性 瞩目的文化誓言 来这里 做一位惊认全球的最美中华太太 2016 寻找世界最美中华太太 我们期待 我们期待你的到来 我们期待你的到来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看来两人的聊天进行得不错 女嘉宾对孩子的表现 让我们的男嘉宾也十分感动 两人终于能放下心来 好好地吃一顿饭来 不要炒得太严热 没有那个炒我自己 你那个炒清淡 我只有炒清淡 你炒不了 我炒准备得好久 好 快快快快 快去给你了 我不吃饭呢 来一个西瓜给我 美咪咪西瓜 我来美咪西瓜 不管是不是有一个咪咪 你給我一遍 好 再去 來 我的飲料來 你的飲料來的 這是你的飲料 我喜歡吃我鞠子那個魚 鞠子 我要飲料來的 你看看他 買飲料買了 買飲料的東西 來來來來 九段六 九段六 знает cow 你有Qi是Qi是Qi是Qi 有Qi是Qi是Qi是Qi,就是Qi Qi,Qi是Qi是Qi QiQi Qi esQi. Qi,Qi是Qi,Qi Qi,Qi,Qi Qi 老鼠啊 你看我这个肚子 看 蜜枝 看 你看看 这类似的吗 蜜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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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买个芒果 芒果 菠萝米之类差不多 反正颜色 虾味儿它也吃不下大味道 好 太棒了 快 我给你盖 快 我给你盖 我给你盖 你盖它不如了 快来吃 我给你盖 好 盖它不如了 盖它不如了 你看看 盖它不如了 来 我给你盖 来 我给你盖 盖 关于这个橘子炸的橙汁这一节 我反正是被雷到了 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我一点都不觉得女嘉宾这种 含辛茹苦地去找诚挚的举动 值得加分 因为我觉得小孩子 在吃喝玩乐的欲望上 是应该适当地被压抑的 适当地被引导的 就是说我希望她能够学会等待和理解 而不是说我要吃什么 我要喝什么 我必须得到满足 所以我觉得女嘉宾这个举动 看起来真的是很有爱心 但是我不加分 今天的见面 由于这个小朋友太过于折腾 看着整个见面的过程 都是特别特别的热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先不要着急 让我们放松一下心情 因为我们的都市频道 要送出大奖了 赶紧拿出您的手机 点击微信发现当中的摇摇 进入到互动电视等待识别 123让我们摇起来 好的都市频道都市有理 都是你的 看来我们的女嘉宾还真是不容易 小家伙也是真能折腾 女嘉宾也是十分的有耐心 为了满足小家伙的要求 跑来跑去的去找橙汁 看到女嘉宾这么辛苦 我们的男嘉宾也是十分的感动 于是找到我们的编导 说想带孩子逛逛 给女嘉宾准备一份小礼物 阿姨带你说了半天 要不 我们感谢阿姨 你看阿姨喜欢哪个礼物 阿姨选个礼物 看阿姨喜欢的礼物没得 我问你啊 喂 这阿姨如何 这阿姨好不好 好啊 好啊 从我们前面的再看看 我们送阿姨个礼物 阿姨带你说了半天 来 这个 这种啊 这种啊 这种阿姨啊 我们也好喜欢的 我喜欢 从我们里去啊 你觉得阿姨喜欢吗 我喜欢这种 你喜欢这个 我喜欢这种 我喜欢这种 这种也好看 怎么样小伯 小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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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一套 一条 还不错 毛巾 我喜欢这套 做一套 帮你送的好接来不 那套 请告诉我怎么走到正点 没有人了解 没有人想我和摩冚 这两套 你一回每天還可以办完 不 好 好 哎呀 阿姨你好 你走吧 那位阿姨 你說要洗洗阿姨 等你說了半天 你好 阿姨說要洗洗了 今天阿姨在你屋 穿背了 阿姨 那位阿姨 那位阿姨就出了幾次 拿給我的水果 是不是 所以你要感謝他 你所以我送給你的下雨 有沒 各位嗎 剛才我一直在說 他們去哪兒了 然後你也是我看 他一個人在包房裡面 是轉過來轉過去 我突然發現 可能經過今天一天的時間 你對這樣一個小調皮 還是非常喜歡的 是的 是的 是因為你天生就喜歡孩子 我天生喜歡孩子 可是你不會覺得 他太過頑皮了嗎 有個小弟最適合你嗎 你會覺得說以後 比如說你們倆在一起了 很長時間他都這樣 你能夠忍受嗎 我忍受我會相信我慢慢有耐心 慢慢調節他嗎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等待他們來到我們身邊 到底去幹什麼呢 待會兒問一下他 哈嘍 你們回來了嗎 阿姨 通過今天一天的見面呢 我特別想問您剛才是不是就是帶著兒子去準備這個禮物去了 現在去給女嘉賓準備一份禮物 因為今天女嘉賓也很辛苦 然後為了我小朋友到處跑 然後也挺照顧小朋友的 而且一直沒生氣超有耐心 對 很有耐心 好 在今天的這個結尾呢 男嘉賓是準備了這樣一份禮物 但是在送出禮物之前 按照慣例 我的心靈氣湯又到時間了 所以我真的是想跟兩位說一下 我覺得你要找的另一半不僅僅是你覺得你 你所喜歡的 而是在找一個同樣的可以照顧你 去照顧孩子 照顧這個家 今天女嘉賓她真的做得很好 從一開始 她知道要來見你 請求到我們來完成這個任務 包括見到孩子之後 一系列的舉動 都非常的真實和真誠 對 我很感激 所以我在吃飯之間我跟男嘉賓說了 我說如果有一天 你和他在一起 你可以完全放心地把孩子和家交給他 他肯定會幫你照顧得很好的 現在他才六歲半 等到他真正上小學 你才明白一個媽媽在家庭裡的重要性 好 這是我在你們結束之前 給予你在情感上的鼓勵 希望你正確地去選擇一個 對孩子正確的人 接下來做什麼樣的決定 請你們從你們自己的內心去發 時間交給你們 小朋友那你把這個禮物送給阿姨 行不行 行 好 那你去 快 好 謝謝 謝謝 小朋友妹 謝謝 好 這樣完了嗎 對 就完了 你心裡面有什麼話想說 心裡面我覺得女嘉賓很不妥 然後對小孩子特別照顧 而且很有勇氣 我覺得在她的這個年齡段 選擇讓你們來找到我 然後讓大家彼此了解 我覺得很有勇氣 我也心裡面很感動 那麼下來過後 我覺得可以 我們再深入地了解一下 然後再進一步地溝通 我願意 女嘉賓你願意嗎 我願意 我願意 好的 好的 好 愛真的需要勇氣來面對 好 悲哟 卻要你一個夜 這是你想要的結果嗎 這是你期待的結果 它真的是對你無限的崇拜 和喜愛 好 謝謝 謝謝 這你倆走了一會兒 她都在那心神不寧的 東搞西搞 一會兒弄弄這兒 一會兒弄 拜託 你還沒有跟她兩個人怎麼樣呢 你矜持一點 矜持一點 最後這一段真的也是 看得我怎麼講呢 我覺得我的感受跟依南很像 依南就在一直在勸我們的女嘉賓 你要矜持一點 你真的是得到了你心目當中的男神 也不用這樣吧 完全立即就來了一個熊暴 好吧 女嘉賓 我還是很理解你這種心情的 只是生活我覺得是很複雜的 有時候兩個人在一起 也許是因為感動 在這裡潑一點小小的涼水 我覺得男嘉賓今天 他跟女嘉賓牵手成功 有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女嘉賓對孩子的付出 我覺得他是被感動到了 但是如果說我們對待感情 或者對待人性有一定經驗的話 我們會看到男嘉賓的眼神 我覺得始終是缺乏了 那麼一點點的火花 不管怎麼說今天是牽手成功了 也希望他們倆在現實當中 能夠牽手走得更難 我的愛就有意 所以電視機前的您 如果也是單身 如果也想結束單身 找到屬於自己的幸福的話 就趕緊撥打我們的熱線電話 68615868 凡人有喜真誠相親絕不作秀 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要感謝周志福珠寶 對我們嘉賓所提供的獎品贊助 接下來不要走開 非常精彩的真魂秀等著大家 愛情抗爭取 我也不放棄 大家好 這裡是凡人有喜的真魂秀 我是小紅娘冰田 歡迎搜索屏幕上的微信號 關注我們凡人有喜 小紅娘官方微信 我們將會在微信平台上 訂閲發布優質會員資料 以及凡人有喜的 線下相親活動公告 當然啊 如果你願意來到我們的鏡頭前 說出您的情感訴求 以及展示自己的個人風采 也可以和我們取得聯繫 我們將會在第一時間 與您取得聯繫 並且免費為您拍攝真魂秀 好的 讓我們來領略一下 本期的明星嘉賓的風采 大家好 我叫劉林生 今年36歲 身高1米68 其重56公斤 來自於通南 家族企播中心 目前在預備區一家 事業單位上班 每個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 我心態比較溫和 我對服務非常孝順 對同事對朋友 我非常尊重 因為我是從事電腦管理 網絡管理 電腦微服 電腦操作 這段時間都非常有耐心 非常信心 我的興趣還好 是喜歡看書 上網 因為我長期在一個 固定的環境裡面 運動比較少 所以說我喜歡爬山 做一些無陽運動 好 我的情感經歷是 今天有三段不同的情感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段我认识了一个女孩 女孩也非常温柔 善良 有一天我和她都非常在意 共同请了假 我们聊了很多 突然她向我提及 觉得我们的性格不符合适 最后我们分了手 当时我也感觉很诧异 觉得心有不甘 想起地挽救这份情感 但是最后因为 因为大家性格的原因 不只分了手 我希望她能够温柔持家 孝顺服务 没有对肚子都非常好的女孩子 年龄在22到33岁时间 我有住房在铜南老家的县城 铜南老家县城的 我对对方的住房没有要求 我希望对方 就是为人 就是有份利益的话 没有负担的那种 我眼前感严满生活 期待家庭的温暖 希望你的到来 我们共同出现新的天下 大家好 我叫北福利尔 今年25岁 来自巴兰区 然后现目前住在大渡口区 身高1米58 体重98斤 从此服装到高 我现在情况是 立业带个小孩 我的性格都是属于那种双重性格 在书人面前的话 都是比较房间开一点 在书人面前的话 都是可能比较安静一点 然后平时都是休息的时候 都和朋友出去灌溃 然后天气好的时候 都出去在家面面烧烧烤那些 然后现在因为有了娃儿嘛 可能更多的时间都是陪娃娃了 都比较好多时间出去抓的 一般晚上吃了饭之后出去 都会带娃娃出去 跳爸爸舞的 就是我们后面是爸爸跳 跟着那些婆婆爷爷一起跳 他也会跟着一起跳 感觉都很可爱 然后有些看到他说 这个娃儿还聪明的 老小个人跟着一起跳 就是教他孩子他都会学得很快 还是比较聪明的现在 我的工作状态下现在都是 因为买衣服嘛 都是客人来了 然后都是帮客人学衣服呀 看那个顾客喜欢哪种衣服 然后你帮他搭配呀那些 其实有时候真正买出去之后 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感觉 我的情感经历都是 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就是咱俩个人是没得好久 然后都在一起了嘛 有了小孩 然后算是上婚嘛 因为咱俩在一起之后啊 后面那些性格反正都是 然后毕竟后面有娃娃儿嘛 感觉他都是没有当心一个 当老孩的责任 然后没人担当的 我的性格有时也不是很好 有时候碰到脾气坏的 我也会发脾气 然后久而久之在 两个都是经常吵架 都慢慢都走到离婚的那一步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起哈 很多都是习惯了 但是都不是太好 因为我妈妈带里也住在一起嘛 然后照顾玩的 我们都是比较节悠的一个人嘛 他都是比较那种 普通浪费的那种 都是打着 大手打球的那种 我们比较节悠一点 然后刚刚过期来都会 上差翻差都比较大 因为现在比较娃娃儿嘛 你该节悠的还是要节悠的 你不能都是说 有一点你都要用一点 因为现在小孩的开销也比较大 我的这个要求的是 长个二十八到三十五岁之间 比较大一点更好 比较成熟一点 然后比较有在人心 因为现在有小孩嘛 要有耐心一点 然后都孝顺双方符 然后手术的话 比较稳定一点嘛 能够支撑起一个家嘛 对我的话 就是要比较贴心嘛 体贴一点 住房情况的话 有房子最好 然后车嘛 就是代步工具 现在 因为现在交通都比较多 我觉得每次有车都无所谓 对 然后 如果你对我友谊的话 请通过房子游戏 小红娘联系我 不知道 冰天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几位明星嘉宾 是否有您心得那个她呢 如果有的话 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 与我们取得联系 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 还是那句话 爱情靠争取外部放弃 凡人游戏 我们等您 本栏目由宗华厨卫赞助播出 欢迎迎喜 我们等你 一位来自岐江的物理老师 我来自岐江 是一名公伴角色 一位来自河川的独立女性 我自己有一个不是很美好的婚姻 我妈死了都为了 主成乡亲 将面对怎样的多重障碍 是距离 就是我和她两个之间 这个异地的问题了 男嘉宾她在起一家教授 我在河川 比如说呢 然后我就觉得 是家庭 小女生我母亲把我摔了 玩热光灯 很厉害 富贵的走 都是好人吗 是学历 女嘉宾可能是因为她的文化语 有时候人变成鄙事人 究竟什么才是她们之间的绊脚石 最终她们又能否跨越障碍 牵手成功呢 反正有喜之 障碍重重的相亲路 下期为您精彩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说法多浪漫 心在飞 心在飞 路很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